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家伙上个月刚从咱们站拿走了四公斤 这回又拿了两公斤 我有点不明白 每次拿这么多的货 而且又给得这么贱的价格 肯定是个二手倒叶呀 现在海关查得这么近 咱的货又过不来 眼瞅着咱就要断货了 你舅舅为什么这么照顾他 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听我舅说呀 他原来是德龙皮修邦的人 皮修邦 就是被西元派灭掉的那个皮修邦 南国也只有这一个皮修邦吧 可是我听说这帮的邦规 是不允许贩毒的 你听说过原皮修邦的老大 崔天兴的事吧 我听说过 就是他们全家 被西元派灭盟 他又逃到日本去的那个人 对我也是这么说 其实他压根就没逃到日本去 他一直就在班珠藏着呢 这个金森 在咱们这儿拿货 完了以后再去贩卖 其实就是为了给崔天兴挣生活费 你说这当年是多风光的一个风雨 人物 现在也落不上这样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我就偷偷给我说的 对了啊 你可千万被我泄露出去 我听我舅说崔天兴对他有恩 你听见没有 是班珠地方警察听几度看望 今天晚上暴点 薛永祥在左川东附近的文罗酒吧里提升 他的贩毒团伙都算 他不担心 还是要攻破人 他不担心 他不担心 都是韩子 带回 stem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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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是你叔 我叔 来 坐坐坐 我 给你叔手机打电话 他老是手机不接 然后我就给他办公室打了 他助理说 他已经两天没有去上班了 那他去哪儿了 在你爷爷那儿 护理院的小杨刚告诉我了 你叔一早就在你爷爷那儿 这几天一直待到晚上才离开 是不是爷爷出什么事了 不是 不是你爷爷 是你叔 小枫 我觉得 自从浩宇走了之后 你叔他又 有些 事儿 你别说了 我知道 浩宇这些事吧 我这叔心里肯定过不过去 他很伤心 我很清楚 不不不 不是那种伤心 不是那种悲痛欲绝 我觉得你叔啊 像是有一股仇恨 仇恨 我也说不清楚 行了 事儿 你别担心了 叔在我爷爷那儿吗 现在 我找他去 小枫 还有件事 最近你叔 经常偷偷地背着我打电话呢 有一次真的是挺晚了 他手机响 他在里面洗澡嘛 我就替他接了 对方说是 石家庄人民医院的副院长 让我转告你叔 说没有找到谢宁 谢宁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他洗完澡出来了 我就把人家的话转告他了 没想到他对我嚷嚷啊 之后他拿着手机出去 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来 是不是你想得多了 会不会是医院工作上的事啊 不是 之前要是工作方面的事 他一定当着我的面接听的 他就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十二 这问句不该问的 那个 石家庄人民医院那副院长 是男的是女的 男的 你说 不可能有那方面的事 这个我对他还是有了解的 行 你别担心了 我找他去 小枫啊 有什么事 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我知道了 他要半年轻的beenne 夜看 原来 那个 我 她 我 好 奶奶 放心的去吧 只要他们找不到你爷爷 我们还没到 胜利死别的地步 放心 我的命啊硬得很 到英国 好好照顾你爸爸 奶奶就不送吧 我不喜欢送别的场面 另外也怕你爸爸生疑 那我走了 走吧 彤彤 人生有很多选择 如果让我选择 重新再来一次 我还会这么做的 尽管我们的选择是错的 但不管是对错 我们只能 认命 奶奶这辈子做过的事情 从来不后悔 可是 你不应该生在我们家 你太优秀了 我不该让你参与的 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所以 你 我要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不管发生什么事 恶人都是我 记住 对不起 对不起 奶奶你都保重 走吧 来 我来 你 你 我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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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说在吗 在呢 一早就来了 你说这两天每天都来 一呆就是一整天 一动不动呢 就那么呆呆地看着你也有 行 我知道了 谢谢啊 说 小枫啊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我不是让你和你事先回家吗 我是不放心爷爷啊 想过来看看 刚才我上网查过爷爷这病了 这个病 看起来不太好治 在治疗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家境的护理也很重要 所以说 你不用担心爷爷 等爷爷出院以后呢 我会请一伯母来照顾爷爷 叔叔还是那句话 你把所有的精力呢 放在学习上 马上要高考了 千万千万不能送信 知道了 小枫 来 伟业 来 慢点吧 我这是在哪儿啊 您在医院哪 我怎么住院了 我得的什么病啊 爸 你什么病都没得 你确实神经太紧张了 好好地休息休息 等你好了 等你回家住 好不好 你 小枫 小枫 怎么了 小枫 我要回家 我要回我自己的家 我 他是谁 是你放错了许家福 爸 我是小伟啊 爸 小枫 就是他放了许家福 他是叔叔 他不是 爷爷 我要回家 我 我要回家 爷爷 我要回家 爷爷 爸 我要回家 爷爷 我要回家 爷爷 你 我要回家 爷爷 我要回家 爸 等我 你 小枫 我要回家 你别让他把我带走 你现在是我最吸引的人 我走 我又回家 好 回家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好好好 我 我不动 我不动 好嘞 好嘞 我又回家 我又回家 吴东 晓风 你来了 爷爷的状态不得好 你多陪陪他 我们赵院长打过电话了 赵医生说 爷爷醉心状态 还算是稳定 没事 叔 有些话 我想跟你谈谈 一会儿我还有个会 改天吧 改天我给你打电话 你好好陪陪爷爷 我先走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订的外卖 能借用一下厕所吗 我实在憋得受不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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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喂 失手了 对不起 让他跑掉了 没报了我爸 材料看到了 但监控没有拍到我的脸 赶紧把手机卡销回 赶紧把手机卡销回 马上回来 好 我尽快 受伤了 一点点 不妨碍 好 董事长 目标跑了 张队 张队 麻烦您过来一下 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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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您过来一下 怎么了 许军是你本人吧 是啊 怎么了 对不起 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为什么要跟你走 我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 具体事宜 您一会儿去机场派出所了解吧 喂 奶奶 你们登机了吗 我爸好像被控制了 那你赶紧离开机场 可是我怕他 别管了 上海出事了 我让松林去接你 你快 快离开机场 那您呢 放心 我这儿啊 我能对付 喂 喂 走 小赵吗 您在处理吗 这儿里有一件事需要你们处理 麻烦你们来的旗航按照 对 我现在就走了 好的 你好 请跟我们走一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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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 喂 是我 儿子的 儿子走不成了 被警察控制了 别人地努动 你回来 儿子の正鑫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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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喂 喂 徐松霖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我蔡亮命硬得很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去自首 大不了 老子再做个几年老 可是你会怎么样 你想过吗 你如果想自首 你或许可以留一条命 但是你妈 你儿子 女儿 你老婆 都得陪我一起寻找 你如果想这么交易 好 我成全你 你敢 我这个人没有底线 所以 别挑战我 赶紧找个地方 好好藏起来 保持手机畅通 等我跟你交易 交易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跟你 做什么交易 你没得选择 因为我才是改变规则的那个人 徐总 董事长让我来接你 好 燕子 十二 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 这是二十万 那拿着 你已经对我够好了 让你妈保管 别让公安发现了 他们一会儿就来了 那 拿着 记住 那个卫星电话 一定要扔到水库里去 别让他们发现了 我记住了神 赶紧走吧 我走了 是 是 是 小赵 小赵 你说 没有找到你家族 我现在正来去机场调食监务室 你有消息马上给你 好 二十八万六千三百块的捐款 已经存到了这张卡里面 好 把这些捐款都打到人民约的账号上 记住装款专用 每一杯费用都要有详细的运气 冯队 许英在机场被解下了 他和徐家彤准备乘坐今天十二点的航班 飞往英国伦敦 徐家彤不见踪影 不见踪影什么意思 他跑了吗 不知道 按道理来说我们只是限制他们出境 但目前手上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拘捕他们 他为什么要跑 好 难道是 作贼心虚 哦 对了 机场派出所正在调取监控 查找徐家彤的下落 我等会打给你 马上给劳烈打电话 让他办相关手续 对赵雷尔实施控制 还有 协调有关部门 对机场 火车站 高铁站 高速公路实施监控 协调各地公安局派出所 对省内所有符合突图条件的 港口余孙实施监控 是 要冷革 陆可可可 快在大袁 马上说 这一会儿 让你怎么能 montón 你做得照 我自己做得比特帅 我自己做得比特帅 好 方月娥 许佳彤在家吗 不在 她和她爸爸 到英国去处理BNT项目的事情 他们的飞机十分钟之前 就应该起飞了吧 许军目前正在机场派出所接受讯文 许佳彤不止取信 限制处境 凭什么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啊 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 BNT项目被你们强行终止了 英国方面很有意见 他们去英国是进行后续工作的 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要失联 失联 她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从机场的监控录像上看 许宗霖又折回机场 匆匆接走了许佳彤 你们说的这些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你们要是强行进屋搜查 得拿出搜查证来 赵月娥 这是搜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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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搜查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干 来 真的不知道杀梁的主意 怎么会这样的 你们别再问我了 这个玩意都多少次了 往这回 王靖 马上给蔡梁拿电话 他现在很可能有声没有危险 她的通话要杀她灭口 打电话 我哪儿有她的电话 再说了 我都不知道她现在是死是活 我们有证据证明 你跟蔡亮还有联系 知情不报 窝藏包庇犯罪分子 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是她受到法律制裁的 你清楚你现在行为的后果吗 我说了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也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 蔡亮是一起 故意杀案的同盟 她犯的是重罪 但罪不至死 如果你不审舍帮她 她很可能会被同伙取了性命 我给你和蔡亮指的是一条活路 你千万别选绝路 我们分局的全体干净 已经给蔡亮的母亲 捐了二十八万六千三百的治疗费 这位钱马上就会打到医院的账户 如果蔡亮母亲的基因检测结果没有问题 那么马上就可以进行靶向治疗 我们为你婆婆申请了农村预保 现在已经有了进展 公安 对你和蔡亮 你就是认真一尽了 世人都得有点良心是不是 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也进了监狱 你手里的孩子 还有蔡亮的母亲 谁来照顾 这个号码吗 我们来和蔡亮姐 真人受苦了 这个号码吗 嗯 闭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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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怀疑我 怀疑我被赵月娥输满了 当时我做了两遍 除了那样结果以后我都蒙了 所以我才说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 但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真相 自从皓宇走了之后 我觉得你说 像是有一股仇恨 跟你说留下来要查司令我的真相 这是不是有点自不量力了 小枫 如果这许家不能醒过来 不能开口说话 这40512是不是就没有见过了 有些话我想跟你谈谈 是你放错了许家福 小枫 就是他放了许家福 还有许家福没死 他偷偷去了南国 明天这消息不惊讶吗 爷爷 其实您早就知道 是叔叔 为什么会是他 你把他当做亲儿子 我把他当成我的亲叔叔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要这么对您 想不通 我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佩 你应该怎么办呢 回事 我该怎么办呢 对这个号码进行定位了吗 没有办法定位 他估计已经把手机卡给销毁了 汪队 汪队 亮子 是亮子吗 妈 怎么是 那黄静给你的电话啊 是啊 妈 您还好吧 我挺好的 龙湾公安分局的捐款 已经到医院的账户上了 一共有二十八万六千三百多块 我的基因检测报告也已经出来了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啊 马上就可以做靶箱治疗了 亮子 我听着呢 我听着呢 龙湾公安分局行侦大队的冯队长要跟你说话 你如果还认我这个骂 你就老老实实地听她说 你要把手机挂了 我现在马上就回家 我不再做任何治疗 我不再做任何治疗 也省得 辜负公安同志的一片好心 亮子 亮子 您说 不许挂手机 好好听冯队长这么说 好 您别担心 喂 彩亮 彩亮吗 我出去接客去 彩亮 我是芬凯 喂 芬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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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派人见的这个手机 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 许松霖正在派人追杀你是吧 你现在是许松霖杀害周浩宇的 唯一见证人 他和他的雇主就不会放过你 只有将你灭口 才能保障他们自身的安全 这个道理不用我给你解释吧 是 我们警方需要你这个证人 但是没你这个证人 我们照样能让着 许丛林复发 所以你现在听好了 你有三个人生的选择 第一 你可以选择 导得自己的血泼力 被各种角度拍照 然后送往停尸房 进行伤口取证 各种数据会被记录下来 在警方眼里 你就是反对证据 在大众眼里 你是恶魔的化身 在电视新闻里 你是个血泼泼的故事 但是对于你的家人 特别是你母亲 世界从此轰然倒塌 他们的生活 将被撕成碎片 才亮你听着 伤害家人是一回事 毁掉家人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 你可以选择继续逃亡 过着有家不能回 惶惶不可终日地逃亡生活 幻想自己可以躲起来 消失在忠不愧愧之下 我当了十几年的刑警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罪犯永远不可能逍遥法外 更何况你不仅要面对警察 还要面对将你灭口的杀手 你想打一场 你永远打不赢的账目 第三个选择就是珍惜 我给你最后一层上岸的机会 我了解回家有人等的感受 也了解家里空荡荡的感觉 我告诉你 立正感受更好 你可以选择做回孝子 丈夫和父亲的角色 安心地给你妈妈养老送中午 安心地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 你可以以父亲的角色 参加他们日后的婚礼 你未来的路还很长 你没有走到绝路 你还可以回头 是细心革面重新做人 还是自甘毁灭坠入深渊 选择权在你手里 别人无法在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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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